喊点那些被明星玩儿坏了的导演们 被导演组坑了一把 只获得了17块钱路费的薛之签 为了报复导演组 决定跑步前行 导演组累得直接马爪 给你多少钱你别跑 但是我喜欢跑步 这是钱的问题 这是钱的问题 你们实在受不了了再找我 好吧 实在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实在受不了的导演组 只好加大筹码 我就是有话不商量 我15块钱给你吃车费 你给我100 你到我100结束了 好了吗 好了好了 给我这手 在镜头里给我这手 来看出现在你的成绩 是自己过 OK 太大了 难道这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别看实物仓库上挂着把大锁 事实上这对黄磊来说 压口不算什么 看着嫁轻就熟的姿态 妥妥的惯犯 张艺兴作为黄磊的嫡妻图的 可谓是倾出于蓝 导演组规定赴许代识的进村 没想到严防死守之下 还是落了下方 等等 鲁鸡牛肉 我直接跟他说 这是音响就过了 作为把无视节目规则 当作机操的大魔王 孙凤雷显然不走寻常路 被节目组用橡皮筋绑住了 怎么办 看着洞在冰块中的钥匙 他再次展现了破坏王的威力 就算是在复杂的推理环节 也有最简单的方法破解 这导演组们苦思冥想的游戏环节 就这样被轻松的玩坏了